智库艾米尔研究机构 就根据了1980年至2019年 世界银行联合国还有哈佛大学的数据 整理出了一个报告就显示了 过去40年 我国流向全球各地的专裁人数 是持续的在增长的 那么截至2022年 也就是去年 估计有近200万的大马人 在国外居住以及工作 其中大约有50万是25岁以上 并且具备高技能的专裁 而履积国外的国人当中 超过100万人 也就是超过一半以上的人 是选择去到新加坡当中 又有超过半数是高技能的专裁 那么根据这个报告 安妮尔研究机构的首席执行员 莱义士胡仙 就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就指出 促使大马人才外流的因素有很多 但是不平等的政策 以及就业市场的局限 是人才出走的主要规律 莱义士胡仙就说 马来西亚的就业和教育 往往以种族为基础 而不是任人危险 就业环境也缺乏自主性还有创新 因此很难留住人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